付款後, 你會否去看看扣了多少錢 或者問他下單? 也會的, 但沒有下單 之後再檢查 會否擔心他多扣你的錢? 也不知道, 也沒那麼查查 真的沒有留意 沒有留意, 擔不擔心他多扣你的錢? 應該不會吧, 電子 做生意最重要, 老實 前天就有街坊 懷疑將軍澳厚德街市 一間店舖有古惑 我就在他那裡賣龍眼 他就是45元兩磅的 我齊頭買50元 我接著就給白髮通他 他捉了 我就問他, 你給我一張收據 他說沒有收據 我沒有收據不重要 我說你給我看你按多少錢 機背向我拍卡 我看不到他按我多少錢 我就叫你給我看你按我多少錢 只是我隨口問 他就說沒有, 過完機之後看不到多少錢的 你放心吧, 我打工的 我不會騙你的 你放心, 放心 他很快就把那個 我按八百通那個東西放到他機座那裡 我自己手機有個Apps 我說我查到的, 我按個Apps 就在我手機按出來 我按出來, 過了150元 大家在吵著的時候 另外一個胖一點的女人就過來問什麼事 收錯了那個胖女人 收錯了, 收錯了 他不小心按錯而已 然後就給我100元 雖然勞婆婆拿回100元 不過他認為店鋪的行為完全是騙人 很多人沒有安裝到那些Apps 不懂得立刻去檢查 給別人按多少錢 過去又不知道在哪裡用了那麼多錢 那就變成被人騙了 年輕人可能會比較聰明 但是你在街市 通常都是我們這些長者去買東西 就很容易入焗 於是我們去到攝氏的店鋪 嘗試買一份水果來看看 我問裡面有收據嗎? 我開公司送 我把我吃了一碗, 也行… 就這樣看, 買東西的過程一切正常 我們看到八達通人馬 又成功拿到收據 那前天為什麼會發生衝突呢? 我們直接去了解 可能是真的那個同事不小心 或者是什麼 真的跟他說了對不起 那…退了錢給他 而且他如果要單單 我們隨時都可以出單單給他 因為他沒有要求我們給單單 其實那天可能剛巧巧 他真的…幾個客人圍著他 就真的沒有看到 就真的不好意思 我跟客人都說了不好意思